各位网友,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这个大湖乡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如果大家有来疗绿大湖乡这里的话呢 是不能够错过的地方,绝对不能够错过 现在就跟大家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地方 那边的话呢是大湖酒庄的指着大湖酒庄那边的方向 大家对酒有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去 那里有草莓让造的那个草莓酒还有草莓醋 那我现在不是要去那里,是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镜头里面大家看到吗 就是罗富星烈士纪念馆 罗富星 罗富星 这里有他的这个筹建这个纪念馆的一个杯 上面有介绍罗富星 上面有介绍罗富星究竟是什么人士 原来罗富星是抗热的烈士 是苗绿事件啊 如果大家有在台湾的朋友读过历史的话呢 应该是知道有苗绿事件这个事情 那这个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当时啊 就是当时啊那个日本啊 反抗日本 那个日本清华的时候啊 那个日本也在台湾 呃侵略台湾 那么罗富星 他是作为一个呃 领袖啊 去带领这里的乡民啊 去 要去抵抗那个日本 抵抗日本军 那么当时呢 那么当时呢 罗富星 还没有他们 组织了很多人啊 然后呢 还没有真正的行动的时候呢 就被递捕了 被递捕 然后被杀害了 所以的话 为了要纪念他 后人就在这里啊 是在民国88年 就是1999年的时候啊 呃 建了这一个馆 这个纪念馆来纪念他本人啊 这里的开放时间呢 是早上8点到12点 下午1点到4点半的 星期一 还有这个国定 加热的话 就会修馆 那所以大家来的话呢 要注意一个时间啊 这里的话呢 是苗栗县大湖区 大湖湖的 晋湖村 我们进去看看了 争取时间 你好 我是香港的朋友来参观的 是吧 把你们的这个 罗富星这个人物 介绍给香港的朋友 还有台湾有一些朋友 可能也不知道 苗栗事件的话呢 大家都很很 很多人应该很知道的吧 很多人知道的吧 应该说国小课本有在说 国小课本有说 对对对 是简单的说还是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稍微的那个精辟一点 可能就是 这边就有详细介绍 有详细介绍 有详细介绍 好好好 那么希望朋友自己来这里看啊 来这里 是吧 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我在门口的时候也简单说了一下 简单介绍了一下 对 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自己来这边看咯 对啊 可以啊 但是你可以大概说一下 这个会馆里面 这个 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格局吗 一楼的话 就它的警戒跟进行是这样 那你去的话 它有一些投影片是介绍大师的 然后这两边也有电子书 你可以自己去使用 所以没有理事 有电子书 对那二三楼的话 我们就有展览 但是不定期的展览 哦 展览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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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整个上面就是很大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互动区 所以全部都可以使用 好的,谢谢 还有两瓶,可以继续看到 好,谢谢,谢谢 我们先看看这个简介 简介一,简介二 哇,有那么长的简介哦 罗富星原来是广东嘉印州正平县人 就他的祖籍哦 1886年,生于印尼的巴达维亚 就是今天的雅加达 首都雅加达 父亲叫罗金邦,母亲是印尼人 但他母亲是有荷兰血统的 所以他的样子有点像老外 他的样子有点像老外 不像中国人,不像我们那个华人 不像华人 因为他妈是荷兰人 所以他的样子比较像老外 挺有趣的 但是他又对这个,我们这边又那么有感情哦 对,他那时候是在印尼 对,他是当学18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的 中学的时候来台湾的? 他是中学的时候来到苗栗这边读书 哦,中学的时候来苗栗读书的 对,对,对 那他跟谁来这里读书你知道吗? 他跟祖父 祖父 祖父带他来台湾 祖父带他过来的? 对 那他应该会讲国语哦,这样说 是不是? 因为他来这里读书的话,他会讲国语哦 因为他来这里读书的话,他会讲国语哦 是啊 自己的部分也是慢慢学 他好像还是新中会的人了 对,对,对 是啊 跟新中会有联系的 对,对 他可能好像是跟孙中山也有联系的 对,对,对,对 他跟孙中山有联系的 是,是,是 所以就是有一些什么同盟会啊 同盟会 同盟会 对,对,对 就算还是有他的存在 是,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可能 因为他们是说就是他们就是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都知道台湾人被抗 就是被日本人有点抗压的 所以他只会来台湾去抗议 可以说他到台湾之后 没多久他就组织了好几万人啊 还是九千多人好像 九千多人 一来没几天就组织了九千多人 对啊,对啊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 对,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是 对啊 从台北到台湾一样 是,是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他那个介绍哦 对,他这里有说在一周岁的时候啊 一岁的时候就跟徐他的那个祖父来这边了 回来家乡这边了 那他六岁的时候的话呢 就开始读中国经典诗文 十岁的时候又回去印尼 在印尼读中华学校 学习这个汉学 也学荷兰跟英国的外语 一直读到中学毕业 诶,他中学是在印尼的哦 是 小学在这边,中学在印尼哦 嗯 然后后面呢 呃,我看一下他 1903年跟随祖父来台 并居在苗绿一宝的牛兰湖庄 就是现在的 造桥乡啊 造桥乡的丰湖村 进入苗绿工学就读 接受以学习日本语为目的的教育 在台居住期间 深受台湾同胞被殖民的痛苦 剩余荷兰之殖民印尼 印尼是曾经被荷兰殖民过的 清末朝政腐败 罗夫孙中山先生在唐香山 创立新中会 决定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罗夫新在印尼家中 激受祖父被爱国情操之影响 仍然有现身革命之报复 于是在1907年从台湾返回家乡时 在厦门参加同门会 指自为革命现身返向后 在大地中学任教 他在中学任教过大地中学 受当时两管教育总长 邱逢甲散市 奉派自南洋从事海外华侨教育 曾经承认新加坡华文学校校 后来参加黄花港之役 幸免遇纳 他曾经参加过黄花港之役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他既在海外 招募异军回国资源 船底香港南北议和成功 成立了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船到苏州上海自行解散 民国革命成功之后 罗福星返回家乡 继续执教于大地中学 于1912年夏天 在福建党部主委刘世民之优 来台领导台胞抗热革命 希望台湾同胞早日脱离被殖民之苦 他有好多革命的历史 简介二 1912年罗福星自个人生死于都外 他曾说 沙头犹如风吹帽 敢在世上成英雄 很有气概 他向往国父领导国民革命之精神 在台湾宣传革命 号召同志 曾留下 祝我民国词一首 将中华民国生意先就 献汉于首具 其他的大家有兴趣 再来这里参观自己慢慢欣赏慢慢看 我们现在带大家到里面去看看 哦 这描绿事件 描绿事件 描绍这描绿事件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 明国元年 明国元年1912年12月 罗福星在福建党部刘四民主委 并约下 并约下 于12月17日 来台主党抗日 计划 造极台胞同志 再加上福建广东之外援 让台胞早日脱离被实名统治的命运 罗福星来台后 以台北大道成的大营旅事为据点 成立同盟会支部 对外自以华民联络会馆为名 秘密吸收党员同志 明国二年 1913年 当时日本实名台湾 将台胞视为二等公民 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 同胞不堪日本实名者的剥削和淋浴 早有抗热情怀 于是受到国民革命成功的鼓舞 皆向往自由民主的生活 于是纷纷加入革命组织 3月 罗福星在苗绿 赵穆邱义子 叶朝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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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清凤 柯克什陈战和 等同志在苗绿 积极赵穆同志 4月 这些我就不多了 大家有兴趣再来这里 大家自己去认真的了解 这里面是 它里面有它之前那些它留下来的唯一末吧 哦 有些什么唯物呢 它写的字吗 这些是 这些是它写的字啊 对 哇 不错哦 写的 字写的不错哦 毛笔字写的很好哦 嗯 大家看看它的毛笔字哦 挺不错的 哦 这是于又 于又热 于又热写的这个 是 也挺有名的哦 是那个 也是同盟会的哦 也是跟着那些孙中山闹革命的哦 哦 不是写的 诶 又 于又热的字也写的很好哦 写的很好 哦 龙飞凤舞的 它的遗诗 这一首是它的遗诗哦 这个是它 就是唯一写的 就是留下来的诺画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龙飞的遗诗 但是这也是于又热写的 哦 它的诗但是写是于又热写的 哦 这个 诸我民国时 中土如是更富强 华丰共主拙边疆 民情四海家兄弟 国本包双气蕴昌 孙真国首拙出唐 欲乐中元九亿章 先客早顾林妙药 旧人千病一生当 诶 写的很不错啊 用国语来念都是有押韵之感啊 不错不错 罗复兴遗诗 罗复兴遗诗 罗复兴至东亚靠国权 民国一年 1911年 冬至那天 罗列士在上海 有敢于中华民国当生了 而台湾 还在日本实名 实名 生活 这是罗列士唯一留下的 墨宝 这是他留下唯一的墨宝啊 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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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有些龙具啊什么的 知道这个用来干嘛的吗,大家 因为厨坑,那个厨坑的那个米,米坑啊 就是刀,把那个刀骨放进这个里边去 把这个里边放进去之后 它就会在那里用风摇啊,摇啊摇啊,然后呢 它会把那个米坑给打出来 那个白白的米就会从这个地方露出来了 米坑,这个我也看过 以前小时候也有看过这个东西 大湖特有的主题馆 纸纸艺术船 诶,这是织出来的哦 用纸织出来的,哇,这么大个船 这么大个纸床 好吧,好吧 这个民间艺术啊 民间艺人 首艺,首艺师 直出来的 这是,喂,这个也是纸织的哦 哈哈 齿 甜齿 哈哈,真棒真棒,大家看看多漂亮 像真的一样 像真的一样,如果远看的话 是不是 来个远一点的镜头看出啊 好像真的是橘子 一个一个的挂着 嗯,哇,这好多都是人工编制的 哇,真厉害哦 人工编制的手提包 西彩缤纷 哇,真棒,真棒 哈哈,这花瓶也是用纸织出来的 大家欣详欣详一下 哎呦,这里还有天鹅 手指 指指天鹅,看看 哇,这只好漂亮 哇,这个更棒 这个手提带你看看 哇,好细致哦 简直又是艺术品一样 嗯,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真的一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哇,好可爱的青蛙 嘿嘿,大家看 好真实呢 好生动啊,这只青蛙 哇 太棒了 你说这只是什么东西啊 像鹅 又不像鹅 像那个什么这只 那只好漂亮 别管它像什么种子 好漂亮 它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 这里没介绍 哎呀,这些茶壶啊 看看大家看看 哇 太厉害了 这个宝南式的茶壶啊 都是用纸纸出来的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佩服哦 这有很多这些 手工艺品 还有一些 这里的产品吧 老姜洗花精 呵呵 真棒 台湾真棒 呃,萝卜丝 这里的农产品 萝卜干 放在里面 塞干了以后呢 把它用这样的罐子 给它装起来 就可以保存了 保存的时间 就可以比较久 高丽菜干 嘿嘿 大家有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用高丽菜来塞菜干 唉 萝卜前干 也就是圆形的了 一个一个圆形的 萝卜干 梅菜干 哇 最棒的梅菜干 这样的梅菜扣肉 做扣肉最好吃 想起就流口水 长豆干 长豆干都有 哎 这个我们很少吃这个 很少吃到 哇 它它这里有很多的农产品啊 很多农产品 很多的草莓做成的产品啊 这里啊 草莓酥饼 布丁 草莓布丁 草莓棉花糖 哇 小朋友最爱 老菜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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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豆腐乳啊 哈哈 草莓味的豆腐乳都有 草莓酱 草莓酱 这个也棒 草莓酱也很棒 草莓软糖 哇 也是小朋友的自爱啊 草莓酱 用来茶面包的 最好了 草莓雪花饼 哇 好漂亮 这个水花饼 嗯 啥草莓 草莓产品 都有 草莓蛋卷 都有 草莓这个 是草莓蛋卷 草莓卷 草莓卷 嗯 嗯 哎 姜黄牛奶 喂 喂 草莓酒 哇 这不是草莓酒啊 这个是 什么 什么梅酒 这也是梅 但是不是草莓 草莓面都有哎 哈哈 哇 真的是 太丰富了 这些草莓食品 草莓蛋卷 草莓蛋卷 这里才是草莓蛋卷 这也是草莓酒啊 草莓酒 草莓酒 然后 草莓醋 哎 终于出现了 草莓醋 草莓醋 嗯 50度的草莓酒 这个我昨天呢 晚上在 全民行馆那里啊 徐老板就请我 喝过这一个 50度的草莓酒 味道真的很棒 很棒很棒 味道 嗯 这个做这个50度的草莓酒 根据他说啊 是很耗时间 很好功夫的 而且 这个价钱又很难卖的 卖得很高 但是呢 这个花下去的功夫又很大 所以一般 就 嗯 很少人会去搞它 啊 除非他会做 一些精品吧 精品酒 然后呢 用来招呼朋友啊 但是也不会做多了 草莓香甜酒 香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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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草莓什么 哎 这草莓什么东西啊 嗯 不知道什么东西 很好玩 很好玩 看上去 哎 草莓缸 哎 哎 草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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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用姜 黑糖 跟姜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竹 竹叶 还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 哇 这第一次看到 姜黄商药 好丰富啊 姜黄茶 哎呀实在太丰富了 老姜精油 贴布 嗯 实在太棒了 真的不知道用什么 言语来 形容这里的产品了 大家 我都不用说了 大家看就好了 嗯 实在太漂亮了 嗯 这里二楼 还有三楼哦 赶快赶快 哇 这条片一下子 有半个小时了 哎 我拍的片子的时间 有些时候是太长了 没有耐心看的朋友 估计 没看多久 就会不看了 那么 但是呢 如果你有耐心看的话呢 你可能会 发觉 里面有不少 值得你留意的信息 我现在上三楼 我现在上三楼 三楼 还有什么 看的哦 哎 哇 哎 这都是 这里的人 自己制作的 红铜 雕筑 雕筑 而成的 玫瑰花 又红铜 雕筑 而成的 玫瑰花 哇 哇 好美啊 好有艺术感啊 实在太棒了 这个是圆满之树 哇 手工一流啊 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看啊 哇 吴振公先生制作 用铜做成的 螃蟹 你见过没有 哇 用青铜做成的 你看他那个脚上面有一些 生锈的 那个蓝色的 那个是生锈 但是更有感觉 简直就是艺术品了 这个产品简直就是艺术品 哇 实在 太漂亮 太有感觉了 哇 恐龙 也是吴振公先生 吴振公先生 这吴振公先生肯定是这里的 什么大师 也是用铜铸铸铸成的 哇 嘿嘿 这是那个链子 那个自行师的链子 看到他尾巴吗 还有用那个 一条弹簧铸子 自行师的链子跟弹簧 还有 哈哈 全部都是用这些 现成的那些 呃 产品啊 还有贝壳啊 啊 用这些 呃 废品啊什么的 做成的 整个生都是用那个 自行师的链子做成的 你看 哇 实在太精彩了 大师大师 我叫你一声大师都不行 吴振公大师 吴振公 吴振公大师 生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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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哇 哈哈 机械人啊 大家看看多精彩 多棒 很多齿轮啊 什么 啊 好多用齿轮什么一些 灵部剑啊 组成 组装而成的 啊 看到吗 看到吗 精彩精彩 嗯 这也是有个怪兽 怪兽怪兽 吴振公先生制作的 终极战士 哇 实在太漂亮了 好凶们的 终极战士 哇 这个也好 好精彩 好漂亮 你看 哇 这个 简直就是 杰作这个 大家看看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蜘蛛 哈哈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蜘蛛 它就 太吓人了 这外太空蜘蛛吧 不是 地球蜘蛛 好的 好的 马上走了 哇 太精彩了 哎呀 大家如果不来这里 太 错失这个机会 太浪费了 来到大湖乡 如果没来这里 实在太精彩了 这民间艺术啊 民间艺术 都是民间的 这个大师 这个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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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个 呃 吴正 吴正公 吴正公是一个什么人物啊 是大夫人 对啊 然后他有什么 在社会上有什么的名声 他只是自己去拼凑 自己拼凑 对对对 然后他 这是他的爱好 对对对 他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 展览啊什么 在在其他地方有做一些展览什么 他可能就是人家会邀请他 他才会去展览这样 哦 那他本人是在大湖这里吗 他是在大湖人 大湖人 但是人呢 人在哪里啊 嗯 怎么讲清楚还是在大湖 在大湖这里 对对对 哦 他大了几岁了 他年龄多大 这我就不清楚了 会不会是一个不是太老的人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 这要很细致啊 做做的时候 制作的时候 对 眼睛不好都很难做得这么好 嗯 是吧 应该我估计可能40岁左右的人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 对对对 要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拜访他 太好了太好了 东西做得实在太漂亮 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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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家一定要来这里玩 要来这里看 这里有你不能错过的艺术品 还有历史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条片子够参了 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哇 原来这边还有一点 啊 哈哈 螺旋转 螺旋转飞机 哇 多精彩 你看 在拍到这里为止 最后啊 哇 实在太漂亮了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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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